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跟着黎明幼儿园以及台湾土地政策行动联盟及各个团体来到台中市政府这边 就是因为黎明幼儿园在近日前收到了法院寄送的自动旅行拆除的公文 就是要求黎明幼儿园必须在15日内拆屋交地给重划会 那我们要说的是在去年的9月11号黎明幼儿园历经高等法院根山省的判决 我们要说的是这是一个不公正的判决而且是一个偏袒财团的判决 如今重划会用着这样的判决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所以我们在近日内黎明幼儿园收到了这样子自动要求限期拆除的一个公文 在这个限期拆除的公文事务日内过后 黎明幼儿园可能就要面临再次的强制旅刊以及强制执行拆除 所以等于是说黎明幼儿园今日的处境十分岌岌可危 那我们今天来到市政府就是希望要求市政府今天卢秀燕市长 在九合一选举之后已经走马上任了 能够来重视这样子台中长期以来腐烂的置办重划的问题 以及说今天黎明幼儿园的问题就是因为过去重划会 都透过许多违法的行为来执行来执行他的重划案 那我们看到市政府的角色在过去 过去总有几年来一直来忽略忽略这些重划会种种的违法思维 那这些违法思维呢我们也提出我们认为说过去在法院里面 没有去深圳去审查到这样子重划会不断违法的事情 那市府仍然他核定了这样子重划会的程序 那法院也以市府核定了这样的程序 即盼黎明幼儿园败诉 过去四年以来黎明幼儿园以及各团体 不断的来到台中市政府找林家荣市长来承行来表达 希望说台中市政府能够介入这样子的重划破清案件 因为台中市政府贵为一个地方的行政机关 而且他也是核定当初重划程序的行政机关 过去就是因为有这样子挟持 具有重大挟持的行政处分 才会导致今天黎明幼儿园遭受到今天强拆破清的危机 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边就是希望能够像 新上任的卢秀燕市长来表达说 像这样子的置办重划案件不仅仅发生在黎明幼儿园 甚至今天黎明幼儿园将要遭受到强拆的危机 希望台中市政府能够来面对这样子的重划问题 我们黎明幼儿园就是因为不公不义 我们只要正义两个字 正就是对的是义就是公义 所以我们今天要站出来 黎明幼儿园今天财团配合政府 要来拆我们的学校 小朋友你说快不可以 不可以 那我们今天 卢市长刚上任 才会满一个月哦 会满一个月就发生这样的事情 在这个重划是置办重划 胡思强市长当时核定的 胡市长没有拆 经过林佳如市长没有拆 很遗憾 刚上任一个月的卢市长 我们就接到执行拆除的命令 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市长 你最好眼睛睁亮一点 你不要以为站在后面的人这么少 耶稷妈妈妈帮我 刚刚讲的市地重划实施办法 还有平均地点条例其实他们都是公法性质的法律 那奖励土地所有权能办理私地重划办法是 内政部依据平均地点条例授权所做的一个行政命令 事实上它也是公法性质 然后今天的问题发生在这边是说 这些都是公法性质的法律 它规定的让 它授权让民间可以自己组成社团法人来办理私地重划 但是却降低了市政府 公家机关行政机关甚至法院监督的密度 那这个问题就显示出什么 显示出地震局或是说 市地重划的相关单位 他们在做这个监督的密度本身不够 那这个密度不够有什么问题呢 事实上它就违反了行政程序法36条 行政机关在做成任何决定之前都必须要以职权调查 那我想请问的是台湘市政府 当初黎明不管是多少年前 那也不知黎明这一件 就所有的市地重划你们真的有去认真的调查 这些重划会背后的背景 还有他们真的所谓的建筑设计 或者所谓的虚地需求 这些是真的有必要性 另一个问题是我们讲到司法制度上面 刚刚讲的这些所有基于这背后的法律 全部都是来自于公法性质 那甚至我刚刚讲的 4-739他是在讨论最高行政法院一个判决 可是最高行政法院我们都知道他是公法性质的判决 那他在讨论的法律也是平均底权条例 还有我刚刚讲的 奖励土地所有权能实施市地重划办法 那这两个东西都是公法性质 可是在一般的市地重划案件里面 重划会却把这个当成民事争议及其诉讼 那事实上他会架空了 奖励土地所有权能实施市地重划办法 第31条第2项的规定 还有平均底权条第58条的授权 那但是我们的法院 从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到最高法院 民事法院他们都还是接受这样的案件 而且他认为说这是私权争议 这是民事纠纷 所以你来民事法院我可以审 所以在这边就想要呼吁从制度面跟法律面 就是相关单位尤其是行政单位市政府 那必须要加强你们对于市地重划的监督 然后法院的部分也是在审判权的管理 他们必须要去评清这个问题 我讲结论啦 我被折整了六年多了 那我的结论就是说 我们这一些人今天会站在这里是因为自己有一点点土地 这个土地呢 对那些类似者来讲就像肉一样 龟族的狮子啊 柴狼啊那一些 他要吃动物吃牛吃羊啊 我们的土地就像那个牛羊 他要吃你的肉 他们有权有权有势就官商勾够 黑白勾够 来要吃你 所以我的结论就是说 你跟他以前比不过他权力也在他们那一边 烫着没有用 到最后只有一步啦 就是说生命财产是要用鲜血去护卫的 那我们有去报那个施工单位的那个最小包张 来跟我讲说有抠风减尿的事实 那他叫我们去拍照 我们已经有拍照 他也有送给那个台中市政府 是从101年到现在每年都在申请 那台中市政府就推掉说 这是理事会他们 是他们做的 跟他们是没有关系 那我们最近也有从監察院的门去申请 那得到的那个台中市政府的回应就是 没有这回事 所以说我们呼吁新的那个所长来调查一下 我们的证据 有照片 有材料 那是不是需要去 去做这个认证 去鉴定 我们都是不是不只知道里面 幼儿园有重网 我们东市他们的磨水也是伸进来我们东市 都是属于水源水质水量保护区 请问一下大台中的人 你们要不要和工业配水啊 不要 那你在东市 那个水源地 开三层科具园区可以吗 我们有一个刘先生 他要申请一个手工的磨具工厂 那个经济部水利局的就给他打打回票 说那个是水源保护区 一个小小的磨具工厂就不能盖了 你何况还要三层科具园区 你那个重网会的人 你该走了吧 从一开始是 胡志强 他划地的 后来是林佳楼接手 附和 现在到了卢市长你上任了 请卢市长你要从别人跟我们解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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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